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党却打发人到拉杰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魏城他列主的坟地里 犹大重名立亚马谢的儿子亚撒利亚 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做王 那是他年十六岁 亚马谢与他列主同岁之后 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马谢十五年 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完四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 雅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痛苦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 以色列的名从天下陀母 陀母乃将约阿斯的儿子 耶罗波安拯救他们 耶罗波安其余的是 防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 他怎么征仗 怎么收回大马社 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 归以色列 都写在以色列著文记上 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 助王同岁 他儿子撒加利亚 接续他作王 感谢主赐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标注的第一个重点是 神的主权在历史中的彰显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到犹大和以色列王的 更替与变迁 经文记载了亚马谢被杀 亚撒利亚登基 以及以色列王 耶罗波安二次的同志 这些事提醒我们 历史的进程并非偶然 而是神在背后操管一切 亚马谢在遭遇被判被杀以后 被判和被杀 这显示出人类政权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 在16岁的时候被立为王 这显示出神能使用任何人 来成就他的计划 耶罗波安二次长期统治 并扩张领土 显示出神在各种情况下 都能利用他所拣选的人 行神机其事 我们要信靠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挑战或困难 我们都要相信神在掌管一切 他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重点是 经文中神的怜悯与信实 尽管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次 行了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 神仍然因他的怜悯和信实 拯救了以色列人 耶罗波安二次在神的带领下 收回了以色列的边界 使国家得到复兴 神看见以色列人的艰苦 并拯救他们 这显示出神的怜悯 神借着先知约拿的预言 实现了他的计划 显示出了神的信实 感谢神的怜悯 即使我们犯了错 如果神依然愿意赦免我们 给我们新的机会 我们应当常常感恩 并以此激励我们自己 活出和神心意的生活 最后面对神的主权和怜悯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 首先我们要信靠神的主权 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 我们都要相信神在掌管一切 他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 我们要学习依靠他的引导 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行事 我们也要常常感恩神的 慈爱和怜悯 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即使我们常常软弱 从羊群中走丢 他依然义无反顾的来寻找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向慈爱的父亲拥抱我们 重新建立我们 给我们新的机会 我们需要每天都分别出和神交通的时间 回应神给我们的爱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血气 顺服神的旨意 即使神的主权无所不在 我们都应该学习顺服祂的旨意 无论是个人的选择 是面对挑战时的决定 都要寻求神的心意 遵行祂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 深刻意识到神的主权和怜悯 并以此为基础 活出信靠神 感恩和顺服的生命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 带领我们走在正直和真理的道路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透过经文 向我们显示你的主权和怜悯 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信靠你的掌权 感恩你的慈爱 并顺服你的旨意 愿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弟兄姊妹 我们的聆听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